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百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国际以及国内一体的来宾 第一位是退役中将 帅华敏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蔡振元前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政大外交系教授 吴崇涵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看看这是抗中牌的新系码吗 既然在讲的是徐春英的议题之外 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 韩国瑜在台北帮忙站台的时候 他喊要和平 这个钥匙在谁手上 侯友宜 听听他的最新谈话 各位亲爱的大台北地区好朋友 还有70天就要投 1月13号 我们如果票投民进党赖清德 因为台独刚领 我们很清楚 两岸和平的大门绝对打不开 因为赖清德 钥匙用错了 和平们永远打不开 这个和平的钥匙 在侯友宜手上 侯友宜支持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九二共识 这个和平的钥匙 在九二共识 不在台独刚领 如果选了赖清德 我们将面对战争 如果我们票投侯友宜 我们将拥抱和平 拜托大家 吃什么 好吗 好 大家都希望拥抱和平 而这个和平是什么 如果在民营党的路线里是什么 一个抗中的新版本 现在强调过去是王立强 现在新版本 打完了马文君 现在是徐春英 这个议题在立委的质疑里头认为 公布了一个最新影片 他带着红领巾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个是老共的同路人 是柯文哲想要提这样子的名单 当不分区的立委 显然是要向中国书臣 洪生汉甚至说 柯文哲自称没有见过徐 但是到底是不是中共 交给民众党提名的人选 好熟悉的逻辑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想赵天林 是不是小三次从共交给赵天林的人选 总之这个都是被疑虑 现在主打的方向 然后徐春英本人回应 他说那个是儿时回忆 小时候大陆儿童节 姐妹带来网购的红领巾 这个当时的年代 大家都戴红领巾 所以一起唱的是年代歌曲是儿歌 所以被抹红有政治意味 难道认同台湾就不能有儿时回忆吗 所以蔡英文王立强指控向心 韩国瑜是绑在一起的 现在赖清德把徐春英唱红歌 跟柯文哲绑在一起 所以是赖清德的向心吗 看看过去王立强后来被证实成什么 乌龙一场 那现在是徐春英 不过是可能的不分去立为人选 是不是也还不知道 但显然这个主力攻打的方向 已经转到了柯文哲头上 所以呢 徐春英回击就问一个问题就好 他问民营党说 请你教我怎么放弃中国国籍 我就去 因为各级都换过宪法 两岸互不承认互不隶属 没有办法放弃中国籍这件事情 他也可以像赖配侠一样放弃 对不对 但是请政府教我做不到的事情 别叫我去做 那么当然现在到底是不是列不分区 被到围剿之后 他自己澄清 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 也没有出任大陆的国家干部 都可以调查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就可以把他驱逐出境 注销台湾身份证 如果没有要求还他清白 但大家人民眼中的绿营是什么呢 什么叫亲中呢 赵天琳跟大陆的这位女性的小三 郑文燦跟梁文杰 这个是法院已经认定的 到澳门去喝华酒 郑运鹏到大陆去经商 经商 林长佐也一样 她跟黄杰的妈妈 到大陆去掏金 不要说掏金 就是经贸交流也是合理 但问题是在民营党标准里 那这些不是通通都有问题 这些各个班班可数的案例 对民营党立委来讲 又要怎么解释 好像标准不一样 不同的党政 做出来的事情就可以有 完全不同的解读 那赖清德怎么说呢 他最近其实比较没有议题 但是他怎么在 不管台南 屏东 各个场地上面 我们听到的公开谈话都是 还是继续打抗中 然后打马文军 还有再就是打徐春英 说有国安疑虑的陆配 那么好几次 短短20秒喊了三次 赖清德是最好的选择 未来的民调 还强调他不会被弃保的概念 所以他的民调会在 45百分比以上 那么他说美国不相信 中国红色供应链 所以台湾各行各业 更有竞争力 意思又回到抗中的主轴 几乎其实也没有其他主轴了 也在批马文军的国造潜舰 被党等等这些案件 以至于像连民党 民党在官员 在立法院答讯的时候 针对李贵敏的 在野党立委要求 您可不可以请问 如果ECFA真的生变的话 提出一个因应的策略方案 把这个资料交给我们 看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如果万一发生ECFA停止的消息 传来的时候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结果农业部代理部长 陈俊记他还没有被贞除 他说这是大陆透过不同管道 要了解我国跟其他国家 贸易的相关资料 这个太机密 太危险了 你透过立法院质群 要我说出国家的政策 就是在帮中国 厉害了吧 所以李贵敏笑 如果政府遇到质群 只能用机密来搪塞的话 根本不是民主体制 立法院干脆废掉算了 因为民众怎么问 都问不到答案 将军在讲到和平跟战争 这个议题的时候 大家都很有感觉 而现在抗中 也是民进党唯一的主舟 所以你继续抗吧 抗到总有一天 你会惹到两岸发生战争 因为讲得很清楚 对岸也讲得清楚 目前他在和平统一 他还在坚持九二共十四定海神针 你这个机会不把握你抗中 你有本事把你主动取消法 对不对 很多产业链都在对方 钱要赚人家的 又要骂人家的 而且对自己人到处空红帽子 马文君是立法委员 我也当国防立法委员 你这个前线到处不能按时下水 我怎么能不咨询 那要国防立委是干什么的 结果他们的国防立委 是跟大陆小三人进行我我 那可以 可以 马文君行使正常的职责 不可以 这是什么世界 那个习村兰 今天我跟你讲 你们要了解 大陆工商银行 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下面多少几万个员工 他顶多是高层有一个党委书记在那里 这跟下面的员工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 大陆有几个民营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企 国企下面员工多少 几十万 几十万的都有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拿来摘人家的脏 真的很无耻 向心已经被你关了四年 结果是无罪释放 上一次有些退将去参加 孙中山的纪念会 黄埔学生参加孙中山纪念会 有什么不错 戴了红帽子戴到今天 没错 什么舔供了 什么东西 到现在还洗不干净 这种是莫须有的罪名 你在这边玩 你还有资格有脸说 你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今天齐春兰 如果你发现他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通匪的行为 办他 拿出证据来 他泄露什么机密 那同样也要查赵天霖 你的国防机密有没有给小山知道 这个依同仁的标准 你现在抗中 你就把所有一视同仁 所以今天民进党犯任何错都没关系 飞机上走私香园上万条没事 还可以升官 贪污的没事 调个植物就好 这个农委会的蔬菜也是避命 我们中华民国的避命太多了 从论文是机密 搞30年 对不对 疫苗合约是机密 疫苗也是机密 那何必开立法院 监察院有什么用 法官有什么用 任何调查案件 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密 这不要玩了 所以这个国家被他们已经玩垮了 中华民国今天没有亡在 中国大陆亡在民进党手上 我们的五权宪法做到今天 像个五权宪法 今天行政院跟立法院 一个是监视一个平衡的机构 完全失能 那今天还在台独纲里 你放弃吗 不放弃 好吧 那就是不是你赖清德去面对中国大陆 是我们千千万万老不幸去面对解放军 对不对 这个牺牲当成炮灰值得 这个仗打得有意义 军人不怕死 今天为国牺牲他是为什么国 今天你的护照上面还加个台湾 台湾National Day 你叫今天的国军怎么样是为国牺牲 是为台湾国牺牲 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被逼上去打那么一仗 这是大家好好想想 今天这个选票 我根本懒得看什么蓝白配什么配 你只要为自己的生命去配 你要你的儿子孙子通通上战场 你就去配 你就去投 对不对 我们在电台讲得那么清楚 俄乌战争是个例子 以巴战争是个例子 那个下场你还看不到 整个城市成废墟 儿童一死死三四千人 我们一个幼稚园一般只十几二十个人 出一个问题都上了报纸不得了 对不对 那今天几千个儿童被炸死的 几千个妇女被炸死的 以色列军队有真的面对一个哈马斯吗 没有啊 还是正义之师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台湾老不信 你不要看热闹 这些下场将来你自己要去面对的 战争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打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拜登叫休逼熄火 拜不成啊 对不对 两岸不起战端还可以勉强维持 你要起了战端 一发就不可受死 委员怎么看 现在所谓抗中的话题 在赖清德的阵营还是主轴 但是每次他只要一打 任何的相关话题 大家都忍不住想那赵天领 不是 他就是要用东西 把你引开对赵天领的注意 把他变成说这是一个议题 牺牲赵天领对他有什么关系 要不然今天对他的什么光电 赵天领 要巴西弹 宁可要赵天领 也不要 不要你想到巴西弹 他的车位就吸引所有焦点 那你就整天跟他讨论这个焦点 他的用意在这里 好 我们就跟他讨论一下 大陆上红领巾是怎么来的 不是什么少年先锋队 是所有小学他们习惯上就带着了 但是没有一个大学生在带这个 不要搞笑话了 台湾有很多小学喜欢 制服就是穿水手服 都喜欢带白领巾跟蓝领巾 难道这是蓝白盒吗 不是嘛 那你就下令说只能带绿领巾 表示对你民进党的忠诚 或者下令所有的马路上的男人 只能带绿帽子 不能带白的颜色 这样可以对了吧 胡搞嘛 怎么颜色搞颜色政治搞 这怎么荒唐的地步 再来 你说唱那首歌叫 我爱北京天安门有什么不对 天安门是共产党盖的吗 不是 天安门是谁盖的 教你一下 明成族盖的 明成族找季祥来设计 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师设计 明朝 我们大部分99%以上的人 都是什么 都是在明朝末期 陆陆续续到台湾 套句毛泽东的话 他说 有人说溥仪要枪毙是汉奸 毛泽东不行 我们只能把他共起来 为什么 溥仪是以前我们大家的老板 是啊 他曾经清早皇帝 不是大家的老板 这个话也没错 然后更经典 明成族是谁 是咱们共同的老祖宗盖的 简单讲 你敢讲你赖清德哪里来的 你姓那个赖是哪里来的 美国来的吗 还是英国来的 还是东南亚什么 蓝岛来的别搞笑了好不好 就是明成族 是共同的老祖先盖了天安门 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不对 跟你毛泽东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回过头来 徐春莹更经典 徐春莹说 他没有加入共产党 没有担任国家干部 这也是事实 不然你抓他 对不对 有你抓他 你就没有申报不死 你现在只想要抓个徐春莹 徐春莹不是吴思淮 上次吴思淮是不会辩解的打 他说你唱大陆国歌 益勇金进行曲 你们弄错了 益勇金进行曲是电影主题曲 抗战民曲 不是电影主题曲 然后是谁最先用 是中华民国国君先用 共产党是到了19 差不多70年代才把它想一想 这首歌大家都会唱 就像是我们台湾以后 如果要改国歌 车站大家都会唱拿来唱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是觉得 有那么需要搞笑吗 他在这边讲对 慶祝孙中山的诞辰 习近平讲话 第一个在正式场合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益勇金进行曲谁 郭婉容 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 站起来 为什么 他说亚營会议 他站起来唱什么 益勇金进行曲 然后他说我是闭着嘴 那哼而已 我没有唱 这样也可以 对 李登文也可以 所以我们不要搞这游戏了 那这位陈俊基的代理部长 更经典了 他事实上是没有 没有什么策略 请问你 很多的水果被禁了 他有策略吗 很多的农业产品被禁 他有策略吗 农业部是没有什么策略 李贵民怎么挖他窗疤 他当然讲说 你是在帮中国挖我窗疤 因为我本来就不懂 我本来就没办法 现在EGFA被挺还不是很严重 有2000多项贸易产品 正在进行贸易壁壁调查 比EGFA500多项更严重 他说你应对策略 我应对策略没有 你干嘛 我穿疤 不能告诉你 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也没有 所以你在帮中国问我 陈俊基这种咖 难怪他还没争处 老师怎么看 现在抗鬆打到现在 大家觉得变成搞笑了吗 那许春英他直接问一个问题 就是好你教我 你认为中国国籍有问题 你教我放弃 但是没有法令可以放弃 我要先报告一下 报告委员 车站我知道副歌 但是我不会唱针手 真的我要反省 那要上车吗 你就不能上车 我不能上车 所以要开手 抗中感觉是民进党 剩下最后的一个 两岸外交的手段 其实抗中这种东西我们讲的 就是在国际关系里面全力平 简单讲就是 你给我不安全 我感觉不安全 我就要再提升我的安全 我怎么提升安全 我对内就是要叫大家整军金武 我要加强什么 提升我们国防预算 人民男生你延长兵役一年 然后我们要开始买很多武器 对外呢 对外就是我们要拉帮结派 因为我们实力不够 整个的外交两岸之下 我们就是走现实主义的抗衡 抗衡抗衡抗衡 问题是你用抗中跟抗衡 画等号 或者和平与抗中画等号 我觉得这逻辑不通 因为和平有很多方式 而且你抗衡失败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乌克兰 战争就是抗衡失败的样子 以哈战争 它就是全力平衡失衡 发生的战争 那假如我们一直用抗衡 如果哪天全力平衡又失衡了 我们就陷入了战争的泥闹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讨论 国际关系的时候 我们不只你要用现实主义 讲的抗衡 我们还要用什么 外交的方式 来减低彼此的敌意 或减低冲突发生的可能 用什么方法来做外交 很多 经贸往来就是维持和平 我不断在讲 经贸往来就是维持和平 一个非常好的良药 当然 这不是我讲的 古老圣先生先前都讲了 所有经济学家都这么说 经济学家都知道 可是你现在放 ECFA不要 慢慢让它减少 我们的贸易往来 从43.9% 2020年 2021年42.3% 到2022年38.8% 对中国的贸易 依赖 越来越少 你在减低 对中国依赖 没有错 问题是你在失去我们 维持和平的一个方法 现在除了贸易之外 人员交流你也要开始进 徐春英 你如果连这个陆配 基本的人权 你就开始怀疑这个人家 给他扣红帽子 对不对 我们还号称民主法治国家 那我们台湾有多少陆配 你要去扣人家帽子 是不是 那假如他不是陆配 他可能是别的国家的配偶 可是他在中国大陆 有做过事情 你是要去找人家麻烦 假如我们两岸人员交流 货易交流 现在维持和平的方法 你都想要中断 想要维持 好 我们全力平衡 抗衡的路子 可以 那你就要老实的告诉人民 我们现在就全面整军金武 大家用力起来做 赵天龄 你就不要去做这事情 你所有去过大陆 都不要做这事情 大家就少喝花酒 认真做事 对不对 问题是没有 上行下效 没有做到 你怎么告诉老百姓 你说抗衡 抗衡有用 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所以逻辑要搞清楚 和平 真的只有抗衡能拿到吗 还是嘴巴喊抗衡 身体很诚实 不知道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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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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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